文化语 后悔的感觉实在太难顶 我们除了透过后悔找出自己的价值观 还可以做什么等自己不用整天后悔 问得好 除了后悔的力量 还有一个绝招可以帮到你 就是死亡的力量 蛤?死亡的力量? 不是更难过面对后悔的感觉? 你听我说吧 如果后悔都可以积极面对 死亡又为什么不行呢? 正因为我们人类可以在思想上时光旅行 我们可以在思想和心理上提前面对死亡 从而帮到我们自己认清人生的先后次序 一想到死亡 我就只是觉得生命很脆弱 很多东西是不到我们话事 正因为你这样想 所以你就有现在宿命时间观 即是整天玩躺平主义 又被你说中 苹果公司创始人 Steve Jobs 多年来就是日日早上都时光旅行 去他人生最后一日 苦心自问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hat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好值得心思 我都想不到最应该要做些什么 Steve Jobs 都问了自己很久 才找到他人生首要任务 那问这条问题 又怎样帮到我们减少遗憾? Steve Jobs 说到在死亡面前 什么爱在的价值都不再重要 当我们提醒自己 人人必有一死 就应该鼓起勇气 追随自己的内心 原来我妈妈一直都帮了我很多 是吗? 每次考试不合格 她就会令我死去活来 平坚 平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